早上起床 走久做久 甚至早上起床的時候 從你的背到小腿到腳底 會有痠痛麻的感覺 小心這就是坐骨神經痛 讓我們一起做運動來避免它 你可以找家中的小板凳或是椅子 把你的腳放在椅墊上面 然後膝蓋打直身體慢慢的往前起 這時候你會覺得大腿的後側 一直到小腿的地方 會有緊緊痠痠的感覺 小心以不痛為原則 然後持續十秒鐘 左邊做完再做右邊 來回做十次 早中晚各做三遍 你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坐骨神經痛 快點 快點 快點